在瀋阳市南京街和中华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有一座标注瀋阳制成银行旧址的建筑 其部分区域由中国工商银行南占之行在使用 这块牌匾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中国共产党东北隐蔽战线的历史风云 制成银行总经理龚天明不仅是才干出众的银行家 更是沈阳党史上早期共产党人之一 制成银行里不止总经理是共产党员 中程领导岗位上还有燕又新 齐冠一 郭君山 张维先 丁毅等等 都是老之格总共党员 从1938年到1948年 中共东北情报组织的重要机构绝社机关 以及禁察纪东北旧网总会的总部先后都埋伏在制成银行的总行 张维先 丁毅是角色的创始人 何双亭则是把这个组织转入中共情报系统的联系人 1942年的3月 禁察纪分局社会部派共产党员李振远周梅颖夫妇潜入沈阳 经过调查研究 他们将决设于东北青年救亡会整顿合并后 成立禁察纪边区政府东北救亡总会 领导机关仍然设在制成银行的二楼 1943年的9月14日 这个情报组织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东北支部 在龚天明的周密安排下 支部书记李振远 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维先 支部宣传委员丁毅 周梅颖都在制成银行里任职 制成银行情报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坚持时间最长 隐蔽最深 且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情报站 制成银行情报线成员多达70余人 其中相当部分是共产党员 还有相当部分来自于维满官二代 以及民主资本家的富二代 比如维满总理张景慧之子张绍继 职儿张绍维 民主资本家张慧林之子张维先等等 正因为如此 这条情报线隐蔽性更强 情报可靠度更高 张绍维在回忆录中曾经叙述 因为我有家庭背景着掩护 所以有比较重要的危险的东西都是由我来传递 文件一般都是写在维满出版的杂志的空白处 但有一次材料比较多又十分重要 我就从影集中选了一张父亲的八寸照片 把材料密写在照片的背后 然后坐上头等车厢把它送到了哈尔滨 这条情报线还获取了日军南下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重要情报 从而协助苏联调动军队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可以说志诚银行情报线的存在 在世界反法西式战争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抗战胜利后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 志诚银行继续在隐蔽战线发挥作用 期间他们机智地掩护和转移过潘汉年 高宠民 车向陈 韩优同等共产党人 也利用志诚银行的运钞车多次转送党的机密材料 1947年的12月 龚天明 张维先被国民党逮捕 他们在狱中依然坚持斗争 直到迎来渗养解放